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主耶稣与撒都该人辩论死人复活的事实 引述摩西五经上的话 因为对不幸复活的撒都该人来说 摩西的律法书仍是极具权威的经卷 耶稣的意思是说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已经死了 可是神在摩西面前提到他们的时候 好像他们仍旧活着 与摩西同时代一般 现在神说他是这三个人的神 可见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活着的 而且神既然说他自己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死了 神必定会叫他们复活 否则他就要变成死人的神了 亚伯拉罕是个信心的伟人 是万国的信心之父 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意思是指神是伟人的神 以撒的一生都是平顺的 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他一生是代表一个平凡的人 所以神是以撒的神 意思是神是平凡人的神 雅各天性是一个狡猾败坏的人 直到他大腿窝被神摸瘸了 他天然的生命才开始渐渐成熟 降伏在神的手里 所以神是雅各的神 意思是神是败坏的人的神 因此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就是不论我们是充颖过人的 平凡无奇的 或是狡猾败坏的 神都要做我们的神 也都要在我们的身上 做更新复活的工作 使我们能够被磨成主的样式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着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